根据农业部昨晚发布的最新消息 昨天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 从上海市送检的鸽子样品中检测到H7N9禽流感病毒 基因序列分析结果表明 该毒株为低致病例禽流感病毒 与H7N9禽流感病毒人分离株高度同源 这份样品来自上海市松江区的 护怀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鉴于该病毒对人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农业部决定将动物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 暂时纳入一类动物疫病管理 暂时纳入一类动物疫病毒